新鮮蝦子搭配肉片 青菜 玉米筍 滿滿配料讓人胃口大開 夾起炸鍋的意麵 配上一口甘醇順口湯頭 是許多老饕的最愛 很好吃啊 很古早味 是啊 料人類 因為現在這種店很少而已 鋪收意麵之後都是那種火鍋料 它這個是真材實料 因為機器的意麵它放久之後會 糊糊爛爛的 我們希望客人吃到的是Q的 因為我還滿在乎麵的口感 都會正常的供給 除非是真的沒有我們就會完熟 清爽不加味精 新鮮誠實配料 熔登米其林指南三月新入選餐廳 同樣榜上有名的還有這裡 超鮮肥美鮮科果粉後 依序放入油鍋中 炸得滋滋作響 一刀剪下滿滿海味吃得到 配上一碗浮誇配料蚵仔粥 讓你一口接著一口 今天得獎我們也是很開心 也很意外 主要是推薦我們七股的特色小吃 那蚵仔是我們家自家養殖的 保證新鮮 為了確保新鮮 每一顆蚵仔都是老闆娘親手獻婆 米其林排行榜美食還有這一位 透亮肉燥搭配一顆黃金半熟蛋 吃上一口齒加溜香 肉燥飯很好吃 然後再搭配它那個半熟蛋 聲音還蠻好的 那網路上評價還不錯 它肥肉就是油而不膩的部分 就是越吃越像 開業超過一家子的老店 是許多在地人必吃口袋名單 我們的肉燥有加我們自己炒的魚松 那我們的特色就是 還要再加一個半熟的鴨蛋 那半熟鴨蛋就是它那個蛋黃把它錯過 然後跟飯在一起吃會比較好吃 米其林指南新店曝光 想吃上這一口美食 可得有排隊的心理準備 環宇新聞陳妍衛林維凱 裝品達高齡警 台南高雄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隨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